晚上好 欢迎收看7月29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新受委的内阁政府部长 今天早上向国家元首宣誓就任 誓言团结一致为民服务 并且签署了首密文件 而被除名的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 也选在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 回应现场大批媒体的提问 他表示自己也是在首相纳迹 宣布新内阁名单的前一个小时 才知道自己没有在名单内 另外慕尤丁并没有明确说明他的未来动向 只是表示自己还是巫统熟理主席 无意出任公帐会主席 也不愿去评论内阁改主 除此之外呢 原定于这个星期五召开讨论EMDB课题的巫统最高理事会 今天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宣布取消 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在文告中表示 巫统上下都将支持党主席 并感谢慕尤丁长久以来为国阵政府效劳 另外呢 第五名也就是截至目前最后一名被扣 以协助调查一马丑闻的27岁蒂颂元 今天以5万令吉另加两名担保人获准保释 而针对首相纳吉起诉华尔街日报诽谤仪式 根据新周日报叹息 纳吉的律师呢 目前仍在美国 正在物色合适的律师 以便在美国遵循法律管道 对华尔街日报采取法律行动 来看下一则新闻 公正党副主席兼总秘书拉菲兹 被控发表言论故意污辱及破坏公共安宁的表罪成立 必须在8月20号出庭自便 一旦罪名成立 他除了会遭受牢狱之灾之外 也有可能会上司议员的资格 根据了解 拉菲兹是在因为在去年2月 发表了有人计划使用种族宗教课题 来制造雪州不稳定的言论而被提控 来看最后则新闻 四名涉嫌动手打人的瓜瓜乐成员 今天早上被控上芙蓉推示亭 其中三人还是兄弟 四名被告都对两项控状否认有罪 各以6800令吉保外 案件折定8月27号过堂 他们是在7月20号于芙蓉的一间商场内 动手打伤两名出言 阻止他们行骗的中年男子而被提控 那新闻的最后跟女医稿一下 今天晚上的百格大家讲 邀请了三位重量级嘉宾 包括行动党国会议员尼可敏 前律师公会主席杨应波及时事评论员吴建南 跟我们一起唱谈的这场7亿美金风暴中 我们会知道真相吗 不想错过这精彩内容 今天晚上10点请记得留守Poketize.my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